有人曾问梁启超先生如何度过人生的痛苦,他回复道,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杨明心血之法去做。 故望今来,无数人人之事都把王阳明奉为精神偶像,并从其思想中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。 而杨明心血之智慧,借源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,记录片《王阳明》详细记述了他跌宕坎坷的一生。 在短短五十余年里,王阳明经历过幼年丧母的哀痛,科举落榜的沮丧,也曾被打入大牢,贬折远地,饱受疾病的折磨。 但命运的艰难,不仅没有击溃他,反而让他成为一代圣人。 当你感到迷茫、困惑时,不妨把王阳明作为学习的榜样。 他会用自己的故事为你冲刷过去的悲伤,亦会以超脱的会心给你指明生活的出路。 让我们一起打开纪录片,在圣人的教诲下,去收获一个通透豁达的人生吧。 在纪录片的第一集中,我们能看到一个志气未脱的王阳明。 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,他从小兴趣广泛,很是顽皮,其志向和爱好也一直变化。 他一阵子喜欢舞刀弄棒,一阵子又爱上了吟诗作父。 一阵子效仿成猪,想学做低等圣贤,一阵子又开始崇拜礼度,想成为千古风流人物。 就像大多数人一样,三十岁之前,王阳明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,但他并没有犹豫不决停止原地。 而是按照心知所向,尽可能地去尝试自己喜欢、感兴趣的东西,并且努力把每一件事体验到了极致。 他想成为将帅,便开始学习射箭,十五岁时还一个人跑到边防一带去考察。 他想研究儒学,就去践行格物置之的理念,对着竹子连续观察了七天七夜。 他对佛倒有了兴趣,就四处云游,拜访隐士高人,与之探讨养生经法。 兜兜转转了许多载,他才逐渐清楚了自己心智所向。 最终,在儿立之年,王阳明选择了回归儒学,走上了一条京士寄民的道路。 至此,他才确定了自己后半生的志向。 其实,我们不妨思想一下,如果早年间的追随大流,贸然从事,可能至多也就做一个平庸的小官。 正是有了诸多不辞辛苦的探索,有了无比丰富的阅历,他才能名垂史册, 成为影响后世五百多年的一代名家。 罗曼·罗兰说过,很多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死去了。 因为一旦过了那个年龄,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,死后的余生都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。 现阶段的你是否会觉得迷茫呢? 当学业受困,抑或是事业不顺,感情受挫时,便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和选择。 人生总有很多左右为难的时刻,任何人想过上理想的生活,都必然要经历一番曲折的探索。 所以,不必惊慌失措,更不要浑浑噩噩,趁着年轻,大胆地去追逐,放肆地去折腾。 只要你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,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 季仙林先生曾说过,自古即今,海内海外,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。 人得一生中,总会经历许多孤独和黑暗。 王阳明也不例外,在二十八岁时,他终于考中进士,并得到了皇帝的器重,迎来了自己仕途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。 然而没过多久,命运就狠狠地捉弄了他。 他因仗义之言,惹怒了宦官刘瑾,被关进大牢,打了四十大板,随后被扁往贵州农场。 再去农场的路上,可谓险象换生。 面对刘瑾手下的穷追猛感,他一路上提心吊胆,寝食难安,精神几近崩溃。 为了躲避追杀,他甚至纵身投江,装出投水自尽的假象。 除了人为的灾祸,他还要面对自然的险恶。 贵州之行,要经过多处断崖绝壁,泥泞沼泽,乃是正至寒冬, 时不时还会下起一场暴风雪。 王阳明赶路的辛苦,可想而知。 然而,他没有自怨自艺,而是把这当作一趟观光之旅, 寻忧叹齐,用心感受大自然的壮丽。 他用两句诗,表明了自己当时的心境。 扬长一坦道,太虚和殷勤。 小路虽然齐驱难走,但迈过去了,等待你的就是平坦大道。 一个人暂时落魄,也是不打紧的, 经常给自己招点乐子,便能化施以为得意。 有了这样的好心态,他才几度死里逃生,顺利抵达农场。 丰子凯先生说过一句话, 人间的事,只要生机不灭,即使赞备族裔,终有抬头的日子。 人活一世,总会遇到各种糟心的事情。 若是心有畏惧,小问题也会成为大麻烦,变成一座座高山把你压垮。 所以,遇到挫折,不必躲,也不要怕。 当你主动挑起生活的担子,寓一关,闯一关,就没有什么应付不来的困难。 纪录片的第三集,主要讲述了王阳明在农场的故事。 当时的农场处于万山从脊之中,蛇手遍地,瘴气弥漫,生存环境十分恶劣。 当地居民,不是未经开花的原住民,就是流放此地的犯人。 王阳明刚到时,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,但他并没有一直消沉。 没有住所,他就搬进了一处B字的山洞里,以硬石为床,以茅草为被。 没有粮食,他就开荒种菜,食用野果野菜来冲击。 平日里,他还会教导附近村民读书识字,拉近和百姓们的距离。 后来为了抵抗内心的焦躁,他甚至让人打了一口石棺,一有空就坐在棺中品毒一惊。 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,有了常年累月的修行,这才有了著名的龙场舞蹈,使得王阳明最终成为一代心学大师。 曾国藩曾说过,无生平长进,全在受挫受辱之时。 一个人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,不是看他蹬到顶峰似的模样,而是看他跌入低谷后的姿态。 好的人生,需要自己去主动输血。 你想变得更强,就要学会把困难当成提升自我的一个契机。 遇事别任命,别教苦,默默调整心态,薄气短板,你也能打破现状,冲出厄运的崇北。 第四集中讲到,王阳明贬折欺满时,皇帝便派他离开龙场,到江西一带平复宁王叛乱。 王阳明仅用43天就擒获了宁王,使得无数百姓免遭战祸荼毒。 然而此举,却招来了朝臣的嫉妒。 为了讨好皇帝,有人隐瞒了王阳明胜利的消息,甚至要求把反贼释放,然后再让明武宗诸侯赵,亲自擒获贼王。 面对这样的情势,王阳明感到失望透顶,但他并未喊冤较躯,反而主动退让,把功劳全部归到明武宗名下,然后便称兵隐医了。 王阳明之所以这么做,并非畏惧权势,而是因为在经历过数年的战争和拳斗之后,他悟出了一个道理,破山中贼异,破心中贼难。 不论是鲜血淋漓的战场,还是风绝云鬼的朝堂,都充满了怀疑和争斗。 而这引发这一切恶行的,都是人心而已。 心若不安,纷争难息。 与其在魂恶的官场周旋,不如向内追寻。 于是,他决定把重心放到自修上面,弘扬心血,为更多的百姓排忧劫难。 想通一切之后,王阳明终于找到了自己余生的使命。 生活在社会这个大染纲里,你是否也会对人性失望呢? 可每个人在出生时,都是一张白纸,所谓阴谋手段,人情冷暖,不过都是被习气浸染的产物。 当你经历的多了就会明白,一切欲望都有代价,一切贪婪都有惩罚。 所以,不必羡慕别人的风光与显达,他自有他要牺牲的东西。 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干净的心,把这颗心安顿好,你才能抵抗世间所有的躁动与不安,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 在人生的前五十年中,王阳明迫于局势,一直在外边奔波,四处漂泊。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他也越来越炼价。 于是,他便向皇帝请辞,回到了故乡绍兴,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讲学时光。 这段时期内,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日渐成熟,追随他的信众也越来越多,他的名气很快遍及全国。 七年之后,他有尽灯窟之时,弟子问他有何一言。 老人微微一笑,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句话。 此心光明,亦附何言,王阳明这一生,历经大起大落。 有金榜提名,统帅万军的风光时刻,也曾落入身陷淋雨,性命垂危的至暗低谷。 但千帆过尽,他仍旧不染尘埃。 无论走到什么样的穷途末路,他都不消沉,不癫狂,也不绝望。 这才修炼成为一代圣人。 国学大师南怀锦曾在书中写道, 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,不在庙里,而在社会中。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天生的为人。 能否有一番作为,全靠你在俗世中的修行。 为人最可贵的就是,在看清人间冷暖,经历世事变迁之后,仍然满怀热忱的拥抱生活。 所以,永远不要放弃自己,放弃希望。 心向光明,路途便永远光明。 王阳明说过一句话, 人间道场,淤泥生连,世间磨难,皆是底力切磋我也。 刀要在石上磨,人须在石上练。 生活就像爬山一样,在登顶之前,要走上许久的弯路。 眼下的你,也许正在低迷的人生中苦苦挣扎。 但请相信,天空在暗,总会有放晴的时候, 日子在难,总会有变好的一天。 别退缩,别气馁,熬不住的时候,再逼自己咬牙扛一扛。